歡迎收聽親自覺聽新聞 我是Lily 今日 湖南省中南大學雙牙三醫院 向肝移植患者家屬收取肝源費一事 引返輿論關注和熱議 綜合中國多家媒體報導 8月14日 網友蔣先生發帖舉報稱 她的父親在雙牙三醫院接受肝臟移植手術 除了支付常規的醫療費用外 醫生私下索要了10萬元的現金金元費 稱將通過紅十字會轉交給捐獻者作為寶座 但她從紅十字會了解到 按照官規定受捐者除了正常繳納器官移植手術相關費用 並不會向其他個人繳納現金 蔣先生稱在經過她多方投訴後 醫院將這筆現金認定為器官移植費用 並以補償款名義推還給蔣先生9.8萬元 據當事人蔣先生介紹 2018年8月 她的父親蔣茂因肝病毒性肝炎 遷合在湖南兩家醫院治療 之後轉入雙牙三醫院 2018年8月13日晚 當事人也就是蔣先生的家屬 接到了雙牙三醫院醫生電話 請她需要做肝臟移植手術的父親已經匹配合適的肝炎 但要繳納10萬元肝炎費 繳費後兩天 蔣茂在三雅三院器官移植波 完成了肝移植手術 最後第四天 蔣茂在出院的救護車上去世 蔣先生提到手術前主治醫生提出肝移植手術 除了支付常規醫療費用外 還要給捐獻者家屬10萬元肝炎費 用於器官的保存、運輸和家屬的救助等 蔣先生考慮到父親病情危急 支付給主治醫生、黃某和副主任醫師 趙某某10萬元現金 而對方並沒有提供單據 事後蔣先生懷疑 醫院收取這筆費用涉嫌違規 曾試圖向該名主治醫師信問 10萬元費用的去向並索要單據 但遭到拒絕 根據蔣先生提供的錄音 雙雅三醫院工作人員曾表示 肝源費不是醫院收的 是通過醫生的手交到紅十字會 但紅十字會方面卻予以否認 2019年、2020年 蔣先生以醫療過失為由 起訴收治過丈夫的三家醫院 蔣先生稱 二審敗訴後醫院找他談話 表示即使蔣先生勝訴 最後也是賠償問題 不如庭外和解 將這筆錢退還給家女 蔣先生回憶說 當時家女確實需要這筆錢 我就同意了 但我心裡一直搞不清楚 這個肝源費是否違規違法 是否真是給了捐獻者 8月16日 《新經報》發表塊評說 不明不白的肝源費 不僅有違財務管理制度 亦容易被改變用途 甚至催生醫療腐敗 文章提到 蔡寬文書網相關案例顯示 收取官員費的現象 過去亦有不少 是否違法 不同的案例亦有不同的定性 但從財務管理和反負的角度來看 收費沒有發票 用途全憑一張嘴 誰能確保這筆錢 真正轉給捐獻者作為補償呢?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 官員費事件 已經不是 湘雅系醫院首次陷入輿論風波 就在一週前 一封標題為 《關於呼吸科萬節若干問題的反映》的 舉報信在網上熱傳 不久相關的話題 登上中國微博熱手榜的手榜 根據舉報信顯示 湘雅三醫院9名醫護人員 聯名舉報呼吸科主任 孟節制定高薪 毒藍膚失傷邊關係 暗中操作 私設小金庫 在庫內搞小全火 賴磅結派 打壓異己 農屈作假 欺上門下 放任學生做檢查導致病患死亡的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 湘雅三醫院位於湖南省 長沙市臥陸區 在一家集醫療教學科研於一體的三甲中和醫院 科院和湘雅醫院 湘雅二醫院 分為長沙中南大學的湘雅系醫院 在中國醫學界 曾有不協和 南湘雅之稱 除了中國媒體曝光湘雅三醫院上述罪狀之外 外界披露出這家省部級醫院的罪惡更嚇人聽聞 海外獨立調查機構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下稱追查國際 2016年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告 詳細曝光了湘雅三醫院曾在中國器官移植領域 扮演領導地位 及其背後涉嫌活摘器官的合目 追查國際調查發現 湘雅三醫院此前是中國器官移植業的龍頭醫療單位之一 曾充當中共活摘器官庫的全國性調配中心 據追查國際物件分析 中共衛生部在軍隊的參與下 在全國局地設有大型的器官庫 但如何調配協調這些器官庫 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 就需要一個全國性的調配中心 湘雅三醫院憑植其在器官移植行業的龍頭腦帶地位 很可能就充當了全國器官調配中心的作用 否則怎會做到 不用往返運輸工體將洗手術成本下降一半呢? 2016年6月22日 由國際人權律師戴衛密塔斯等三位作者組成的團隊 發佈了一份理情悲悉的報告 以令人驚訝的細節記錄了自2000年前後以來 中國各地數百家醫院及移植機構的運作生態 這份題為《月星的器官摘取、大屠殺》 更新版的研究報告 以作者們之前出版的《通命珠》作為基礎 繼上州美國眾議院 通過譴責通呼籲制止中國強摘器官罪行的343號決議案之後 該項研究提出了一個爆炸性的問題 《醫療系統的大規模屠殺》是否一直在中國上演? 當時發表的該報告 內容涵蓋了所有已知的700多家中國器官移植中心 早一分析其床位數 使用率、外科醫生編制、培訓計劃、 新設施、移植病人的等待時間、官方宣傳的移植數字 以及免疫抑制劑的使用情況等 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 幾位作者估計移植總數超過100萬例 即使是中國器官移植發言人 前衛生部副部長王傑夫 在2005年年末再接受大陸 《財經雜誌專訪時》亦曾表示 器官移植有成為醫院賺錢工具的趨勢 大衛·密塔斯6月22日 在該報告的新聞發佈中表示 本份新報告的最終結論 其實是我們先前工作的總結 就是中共涉嫌大規模屠殺模糊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李靜 英文《大紀元》記者羅宇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預約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按讚 按讚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